佛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佛呢 他是不是一尊伟大的神明呢 佛他不是神 佛他是觉悟的圣人 就是他洞悉一切 了知一切 并且实践真理 又把他珍贵的智慧经验呢 传达给众生的人 就是佛 那我们尊称为佛陀 台湾人喜欢叫他什么 佛祖 人人都可以成佛了 那佛法是什么呢 刚才讲过呢 佛陀他宝贵的智慧经验 能够带领众生 了悟一切 产生很大的 周遍圆满的觉悟 又能够带领众生 脱离种种的苦境 达到幸福 安乐 永恒境界 的真知灼见 就叫做佛法 简单讲呢 佛法就是佛陀 对一切众生的教育 那听起来就是佛陀好像很喜欢教育别人 因为到处都听得到佛法 不是佛陀很喜欢教育别人 而是需要被教育的人太多了 你看我们的 以我们人类而言 我们都不知道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我为什么会投生到这个地球上来呢 为什么我的母亲姓林 我的父亲她姓李呢 为什么我会生在台湾 那为什么我是男生 她是女生 那为什么我们家的经济状况 兄弟姐妹状况如何 那我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做什么工作 我到中年如何 到老年如何 那人百年之后又要去哪里呢 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在佛法叫什么 无明 就是不明白 不了解 那今天呢 我不会一直深入佛法来讲解 那否则这就好像变成了一个佛教活动了 对不对 那有的人对佛法没有概念 他就比较感觉吃力一点 所以呢 我简单讲就是说 每一个人他都想拥有幸福快乐 每一个人他都不希望 自己还有他家人 还有他至亲至爱的人 或他任何关心的人 遭遇种种的痛苦 那怎么样才能得到所谓的幸福安乐呢 那幸福他到底是什么 每个人在解读幸福的定义又不大一样 那对一个口渴的人来说 这个在沙漠行走的人缺水啊 渴得要命 就快渴死了 这个时候给他一瓶矿泉水了 那对他来讲就是莫大的幸福 对忽然呢 碰一下昏倒的人 推到这个急诊室 推到家户病房 他如果眼睛能够张开 看到明天的太阳 又能看到他的父母 看到他的妻子儿女 那对他来讲 可能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个全世界有70亿人口 包含我们在内 可是呢 每天有9亿人 在饥饿当中挣扎 也就是大概有9亿将近10亿的人 他没有饭吃 他必须撑着忍耐着过日子了 那还有20亿人 他长期患有慢性营养不良的疾病 为什么会营养不良呢 没饭吃 吃不饱 大家抢争食 那么这些人 他都在死亡边缘挣扎 同时每年有1.8亿人 他要死在跟饥饿相关的疾病 这实在是1.8亿是不可思议 相当多 也就是说 他是被饿死的 也有1.8亿人 5岁以下的儿童 每年有一千多万人 他会死亡 在座如果有小朋友 那是相当的可贵 因为有一千多万人 在每年都要因为饥饿死去 这些死掉的小朋友 有一半是因为营养不良 而我们吃得饱饱的 在座各位 大家都吃饱了比较多吧 对不对 没有吃饱 等一下可能互相请消夜 那我们生长在这个复苏的环境呢 三餐的正常正常 有的时候还要加消夜 常常营养过剩了 那相行之下 这一些饿得要命的人 跟我们吃得饱饱 有三高的人 那三高呢 血压高 血脂高 血糖高 这些三高的人 跟这些饿得要命的人 比起来了 到底谁比较幸福 好像都有一些不幸 所以真正的幸福 实在有点难定义 这个全世界 有一百四十万个盲童 这个小朋友 他看不到的 他失明的 其中有一百万是在亚洲 平均每一分钟呢 有一位儿童他失明 我们现在眼睛张开 随时左看右看 前看上看下看 都可以看到 我们想看的东西 他眼睛永远看不到 所以 如果你听了以上的事情 如果 你是没有经历过战争 的摧残和洗礼 你的福报 超过五亿人 为什么 这世界上有五亿以上的人 经过战争的摧残 如果你在银行有开户 而且里面有存款 不管多还是少了 这个世界上 这个地球上 只有百分之八的人 有这种福气 如果你能看书报 能够写字阅读 你的文化知识水平 又超过二十亿人 这二十多亿人 他是文盲 他没办法练书 如果 你的父母都健在 你在这个世界上 又有以上我讲那些好的特质 你就是少数的 幸福的稀有人群 你有以上这些特质 父母都还健在 那真是难得 如果你常常面带微笑 而且你很有自信 那你就是高幸福指数的人 这些事情很容易做 面带微笑 很有自信 常常主动跟人打招呼点头 可是有一些人 他偏偏不做 他偏偏 他就要愁眉苦脸 你问他什么原因 你发愁什么 他也不晓得 他就选择这种生活形态 如果你主动跟人打招呼 或者你会跟 不是很熟识的人握手 或者你看这个人 需要关心鼓舞 你会上去拍拍他的肩膀 说一些鼓励他的话 那就好像在这个地球上 看到菩萨一样 那么的难得 这些人都是非常难得稀有 所以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特质 那你真的是幸福指数相当高的人 也就是说你已经很幸福了 跟这个地球大环境 跟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人 族群比起来 你是相当幸福的人 那反观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的不幸 中国大陆 他每年有13万人自杀 也就是他用各种方法自杀 不管是上吊 辅读 跳楼 他自杀成功的超过13万人 现在还在增加中 是中国大陆交通事故的三倍 这是超出我们想象 而他们这个心里 有很多的忧愁痛苦烦恼解不开 正想自杀 就是他一直想办法自杀 还没有成功的人 有140万人以上 很相当可怕 在美国有1500万人 他罹患什么 糖尿病 大家对糖尿病 如果有肉干的了解 或者你不信 你正是糖尿病的患者 你知道糖尿病很麻烦 常常要打胰岛素 控制饮食 而且常常因为某种原因 你就要就医 这个病 它是跟一辈子 1500万人 那有一半的美国人 他患有各种疾病 也就是美国这样的 富强的国家 这么科技 还有他的军事 这么尖端的国家 他有一半的老百姓 他每天要吃各种的药 来缓解他从头到脚 大大小小的症状 这些不一定查得到原因的病 他每天要吃各种的药 有一半的人 那么超过一亿的美国人 胆固醇过高 刚才讲的三高 也就是说导致了三个美国人 就有一个 他会死于心脏病 这个几率算相当高的 那么医学科学越来越发达 可是呢 我们人类的痛苦疾病 还有这种天灾人祸 却越来越多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有许多人 包括这生活在我们台湾的人 幸福指数这么高的人 在座各位 他不断的因为心里 愁苦空虚 他要去旅行 他旅行花了很多钱的结果呢 除了身心劳顿 心里还是一样空虚 最后得到忧郁症 恐慌症等等的精神观能症 所以在座各位 有许多幸福指数相当高的人 我也敢肯定的相信 你也有很多的时候 感到忧愁 感到烦恼 感到不快乐 甚至你会感到痛苦 想自杀 幸福和不幸 仿佛是相形比较 所产生的一种感受 这一份感觉 这一份感受 有的人穷极一生 来追求这种幸福感 可是呢 你从某个清醒的角度来看 它又是空虚 虚无缥缈的 因为这种感受 是比较出来的嘛 那这种虚无缥缈的感受 好像又不是那么值得 你穷尽一生的心力 来追求 那话讲到这里了 那人生似乎 我们生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 它到底在哪里 讲到这里 好像又很模糊了 在古印度 有一个佛经上面的 预言故事 古印度有一位富商 这位富商很富有 过着相当奢华的日子 他娶了四个太太 他这个四个太太呢 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呢 这个富商 他想要展开一段长途的旅行 他就想了 我要排遣这个旅途寂寞 我要找一位太太跟我同行 他找他第四个太太 四姨太 第四个太太呢 她是最喜欢的 每天跟这个四姨太 四个太太呢 腻在一起 给他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打扮得漂漂亮亮 无为不至 他说我要出这趟远门 你愿不愿意陪我啊 这第四个太太告诉他 我不能陪你走那么远 那这个富商没办法 找第三个太太呢 这第三个太太呢 是这个富商从别人那里 争取抢来的 为什么 就是第三个太太 非常年轻漂亮 人见人爱 她巧取豪夺 去争取来的 她问第三个太太 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旅行 第三个太太说了 我根本不喜欢你 我不爱你 我只是你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我没有理由跟你走 而且了 你去旅行走了以后 我可能还要嫁别人 那这个富商没办法了 他又问他第二个太太 那这个第二个太太呢 跟他说了 我不能跟你走这么远 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忙 可是我可以送你到郊外 这富商没办法找他的大太太 这个大太太呢 平常都没有受到富商的照顾 冷落他 好事情都想不到他 因此呢 这个大太太呢 显得非常的污浊不堪 但是这个大太太呢 她说了 你要到哪里 我既然嫁了你当你太太了 我就陪你到底 于是这富商只好跟他的大太太 展开一场长期的旅行 这场长期的旅行有多长呢 这是生命的生死之旅 这一则预言故事 它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富商呢 指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都要经营搭理很多事 要去争取很多事嘛 对不对 大家都很忙 第四个太太代表什么呢 第四个代表 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啊 每天吃好的 用好的 穿好的 把它弄得无微不至 但是 无常的大线来的时候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你一起走 这佛家瑜讲什么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随身 你这个身体啊 它就是人生几十年 很少的人超过百岁 它就是跟你这么一段缘 所以你执着身体没有用 那第二个太太呢 象征什么 我们的身外物 财富 金银财宝 这个金银财宝 是不是人见人爱啊 每天大家怎么样 巧取豪夺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太太说 我不能陪你走那么远 我只能陪你到郊外 那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亲戚朋友 平常可以排遣 排遣我们的寂寞 但是呢 无常一道 亲戚朋友 只能送我们到郊外 送上山头 真的问题来了 她起不了大作用 帮不了大忙 那这个原配大太太呢 她代表什么 她代表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灵 在佛法的领域 叫她什么 神事 通俗一点讲 叫灵魂 她就是陪伴我们到底的 所以 人生的重心 在哪里啊 在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心灵 心能做天堂 心能做地狱 心呢 她所产生的价值观 和衍生的行为 和衍生的行为模式 她决定一切 所以呢 如果你想得到 幸福安乐 巨异的人生 一定要在心灵 做灌溉 滋养 一定要耕耘你的心徒 否则的话 你用力用错地方了 到头来是一场空 这个心灵呢 要滋养它 要灌溉它 要丰富它 你不可或缺的 有两个东西 就是灌溉我们自己的心灵 第一呢 就是善念 我们这个心呢 一定要常常生发善念 第二呢 就是利它 你一定要常常去利它 否则你的心会枯萎 会晦暗 心会不光明 如果你能够 用真诚的发心行善 去利它 常常发出好的念头 你能招感 古人所说的五种上手的福报 哪五种呢 常寿 富贵 康宁 浩德 最后善终 这五种你都会得到 这五种东西 没有人会抗拒它 每个人都想要 古人说 这五种东西 如果找上你的门 叫什么 五福临门 你真的是什么 这五种东西 我得到五种东西 钱 二种东西 перед 我来不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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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